是我們的螺酸為什麼會生鏽 我這邊有一個道具 給各位看一下 各位聽一下 各位應該有聽到一些聲響 通常我們的螺酸 我們的螺酸跟螺膜之間 因為一般我們在外面所買到的這種 這個都是外面五金行就可以非常方便取得 所以螺絲廠在生產螺絲的時候 他必須考量到使用者 他必須要好鎖 所以現在的螺絲基本上 他的整個這個加工的這個 精度跟公差間隙 通常都會放的比較大 然後設計上他都是 通常都是設計成PT 就是一般的醉型 因為這樣的話會比較好鎖 因為他間隙會比較大 你在鎖部的時候 會遭受比較少的摩擦力 所以比較好鎖 相對的會有這個聲響 就是因為我們的螺酸跟螺紋之間 其實存在相當多的間隙 而這些間隙通常會造成你的螺酸在震動的時候 會產生磨損 會產生就是磨耗磨損 而這些間隙裡面會有一些空氣的存在 而這些空氣的時間久了 其實就是你生鏽會在間隙裡面 就會產生生鏽的情況 所以生鏽就會造成你的螺酸卡 最主要的因素是這樣 那我們這邊現場我準備了兩根 這個是兩根已經生鏽 各位可以看出來這個已經生鏽非常嚴重的 兩顆螺酸 然後我這兩個是大概一個月前所做好的 幫這邊讓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兩隻看起來是異陽 就是都是生鏽的 但是有一這一隻的左邊這一隻的 這個是我沒有上這個房卡劑的材料 然後右邊這個是我有上房卡劑的材料 然後兩個同時在相同的條件下 去做掩護的生鏽的測試 然後因為現場沒有辦法讓各位去感受 沒有 不好意思 沒有辦法讓各位去感受 所以我現場我來拆卸給各位看 生鏽了之後卡死是什麼情況 基本上你如果在現場這個用手是根本是搬不動 因為他已經生鏽了 所以完全卡死 然後因為為了讓 鏡頭前的各位可以了解 我們這邊要準備了一個老虎座 然後我這個是沒有上房卡劑 已經生鏽卡死的一個螺酸 然後我來拆卸 現場來拆卸給各位看 讓各位知道說 他生鏽的時候在拆卸上面是多麼 複雜多麼困難的一件事情 那應該看得到 我先來把他歸零 歸零之後我們來進行拆卸 基本上因為我這個大概只有 生鏽一個禮拜而已 所以各位可以看他基本上一個禮拜之後 他的拆卸 你要轉得動大概要 比你大概要增加就是大概36.8 這個是牛頓名 所以他在拆卸上面是有一定程度的困難度 然後相對如果我上了房卡劑之後 然後再去如果我的螺酸 在組裝之前已經先上房卡劑 結果他還是發生生鏽的情況 其實我用手就可以轉給各位看 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他即使前後都已經生鏽了 我還是非常輕鬆的用手 來 不好意思 這邊 各位可以看到 即使他已經整顆螺酸都已經生鏽了 基本上我不用 我不用用其他的這個 這個扳手或其他的工具 我用手就可以將他拆卸 所以我這個做這個實驗 只是讓各位了解說 有沒有上房卡劑 就是你的螺酸有沒有上房卡劑 如果沒有上的話 基本上他生鏽他就完全卡死 但有上房卡劑的話 可以有效的避免你的螺酸生鏽而卡死 好